所以有人问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这是好的 他有思想两个真理 不过他的头疼是 这两个真理它怎么能符合呢 圣经是不是有冲突 如果你来成人主义学的话 我们说圣经没有冲突 不过看起来是有冲突 你看神说生冤在我 他必报应 圣经也说 神不看人的行为 信就好 罪得赦免 如果这两句话都是对的话 那么不是很矛盾吗 你们基督教不是很矛盾 公义在哪里 基本上那个人的问题是什么 人的问题是 你看这个大坏蛋 神说这个大坏蛋 生冤在我 神要报应 圣经又说 这个大坏蛋一天信了耶稣了 他只要信了 他什么报应都没有了 那到底有报应 还是没报应 所以这个很好 这个弟兄或者姐妹 可能是甚至是一个 甚至是一个不信主的一个朋友 可以写的一道问题 所以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 他可能来教会一段日子 教会一段日子才知道神必报应 教会一段日子才知道 信而已 不需要行为 所以他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罗马书十二章 我打红色的字 所以基本上在这段大道话里头 上帝通过保罗告诉百姓说 不要以恶报恶 弟兄姐妹们 很重要的 不要以恶报恶 人家做坏事不代表他做坏事 我就有做坏事的执照 神说不可以的 谁给你的道理 谁告诉你的规矩 你可以这样做 我也可以这样做 没有的 弟兄姐妹们 神说我们尽力的众人和睦 你说这个报复的事情怎么办 上帝答应你 他说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你操心什么 为什么你要报复呢 你怕我不做工吗 我能用人事和物来做工 你能做什么 神在这里讲的道理就是这样 你不用为自己申冤的 你不要怕 因为神的怒气来的时候 神答应你 神说 神冤在我 我会报应 不过另外一句话 也在罗马书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口里承认 我们心里相信 我们就必择救 那这个大坏蛋信耶稣了 这样这个大坏蛋 应该有报应的 不过大坏蛋信了耶稣 过后大坏蛋的报应 跑去哪里 弟兄姐妹们 怎么办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换灯 弟兄姐妹们 这是以赛亚书53章 以赛亚书53章告诉你和我 当我们干坏事的时候 我们会有忧患 我们会有痛苦 我们会有责罚 我们会被神苦待 我们要接受刑罚 甚至鞭伤 但是第二点 如果你看这个紫色的字的时候 这个紫色的字 就把这两个真理符合了 神会报应的 在谁的身上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以赛亚书53章说 这位主 祂为我们的过犯 受害 祂为我们的罪孽 被压伤 神还是报应 但是你报应在谁的身上 你看下一个换灯 下一个换灯 告诉你和我 报应在祂的身上 神愿在我 我必报应 我们信什么 我们信一位 承受我们的报应的一位主 耶稣基督 祂为我 产死在十字架上 祂为我承担了我的报应 使到我信靠祂 我能得救 如果祂不为我承担这个报应的话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死的这个样子的 应该是你和我 我说你和我 死的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们 所以这个弟兄 这个姐妹问的 很好的问题 弟兄姐妹们 神会报应 人说 你来信这位神 当你信这位神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位神有多么的爱你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 会怎么样的爱你 一个都没有 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人都没有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所以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真爱主的话 让我们来听主的话 因为主为我们 产失在十字架上 这个恩 这个情我们是还不了的 但是我们能回应 我们还不了这个情 但是我们能回应 这个情 这个爱 这是我们的主 为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救助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这十字架 就是那个连贯 就是那个桥梁 这十字架 让我们看到 神的报应 这个十字架 让我们看到 上帝的恩典 这个十字架 让你和我看到 耶稣基督的大爱 这是我们的父 为我们成就的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